Hello 大家好 今天想來做我的治外肉骨茶 首先講一下材料 材料不少 有肉骨茶的香料包 這包我在超市買12元 牌子叫做come in 裡面有中藥材 花椒八角 另外就要一些排骨 你喜歡的話可以用中間骨 不好的話 其實用普通熬湯的排骨也可以 我就喜歡用這隻 這隻我覺得吃下去比較好吃 另外就是要一些枝竹 枝竹你也可以買一些 已經是新鮮的枝竹 就是浸好了 我這些就是還沒浸 要浸開它 還有一些火鍋豆腐 台灣叫火鍋豆腐 比較吸收汁 我用一半就夠了 另外就是金針菇一包 還有蒜頭一整個 好了我們講完材料就可以開始煮了 首先要處理一些最浪費時間的東西 就是浸完枝竹 要把枝竹洗一洗 之後我就把它撕斷 放在清水裡浸完 都要浸一個至兩個小時的時間 才可以浸完 所以一定要第一個步驟 做這個 然後我們就可以在電飯煲裡 準備一些清水 我最初就不放太多 我放了大概0.6L的水 然後就要用這個香料包 就是肉骨茶香料包 我們打開它 發現它裡面就是一個這樣的香料包 然後就放進水裡 就有它在煲 因為它要煲一段時間才會出味 裡面有一些中藥材 要煲它煲出味 我們就按這個煮食的按鈕 就讓它在煲 然後就處理一些排骨 我就是用這一隻排骨 就屬於應該叫做豬肋骨 它這隻排骨 我覺得拿來做骨茶就最好吃 淡淡肉 然後又有一點點骨可以選一下 就非常好吃 但是價錢也很貴 這裡就大概是100元台幣 即25元港幣 我是特價的時候買的 我相信可能在台灣 豬肉會便宜一些 可能在香港買這些 豬肋骨的價錢應該會貴很多 我們洗完之後 就拿去煲一煲水 煲水 我就冷水放些排骨 這個步驟 其實就是想把排骨的髒東西 血水通過這個步驟 然後就逼出來 等待我們喝肉骨茶的時候 湯就清潔一點點 好了 我們蓋蓋煲了一會 水都滾了 我們等它滾了一會 就可以關火了 關火了 就可以拿它上來 這隻排骨 其實真的很好吃 我很推介大家做肉骨茶 用這隻 但是如果你沒有的話 可能覺得貴的話 你可以買普通的煲湯骨 其實煲出來的效果都差不多 味道都OK的 只是你吃起來 可能就沒有這隻排骨 那麼淡淡肉 我們拿了些排骨 上來之後 我們就可以洗一洗它 然後倒走水 這個時候已經飛完水了 就很乾淨的了 我們就可以打開剛才那個 煲肉骨茶包 那個 電飯煲 將那些 臘骨 放進去 這個時候 你看到 它開始的水 有少少顏色 但是 就不是很深色的 還未是很出味 我們就要放些排骨 再煲多一會 現在放了排骨 我們就可以 生蓋 有它再滾一滾 我們就處理其他東西了 然後我們就攪下蒜頭了 蒜頭 我們就整顆的 我們就把它撕開一反反 這樣 然後洗一洗它 那就不需要撕皮的 你只需要撕它一反反 然後外面那陣 即大那陣 蒜頭衣 撕走它就可以了 其他那些 這些蒜頭一粒粒 你連那個衣 都可以丟下去 是的 有些人 簡直是 連那些大蒜頭衣 都不撕 就這樣整顆 丟下去 我都見過有的 只是洗一洗它 洗乾淨 就可以丟下去了 這個蒜頭 很重要的 它的味道 如果肉骨茶沒有了 這些蒜頭 整個味道 都有點怪的 你不要以為有個茶包 就已經夠了 其實這個肉骨茶包 是不夠的 你一定要加調味料 和加蒜頭 才有味 我們加完蒜頭 讓它再滾 之後我們就去 切那個金針菇 即是金菇 金菇 切走它的尾 之後就去洗一洗它 用水洗一洗就可以了 然後切開它 就不要整個柱 這樣就切細一點 吃起來就方便一點 除了金針菇之外 大家可以買些草菇 或者加冬菇 進去肉骨茶 都可以的 味道都不錯 不過我就貪方便 和便宜 就買金針菇了 那個 豬竹浸得差不多了 我就看一看夠軟味 但是你看到 其實有些位置 仍然是這樣的 顏色的 好像浸下去 硬硬的 顏色都不一樣 你就再浸多它一陣 浸到那些位置 全部都淋了 我們就可以瓊乾些水 再洗一洗它 這樣就可以 丟進肉骨茶裏 如果大家嫌麻煩的話 就真的 用回新鮮的枝竹 就會方便很多 我們現在就把枝竹 放進肉骨茶裏 整個肉骨茶 我覺得都很好吃 我特別喜歡吃枝竹 因為熬完的枝竹 它是吸收了味 另外我們現在可以 放火鍋豆腐 火鍋豆腐 就不需要怎樣處理 你需要洗一洗它 然後就放進去 然後攪拌均勻 就等到豆腐和枝竹 可以浸到醬汁 我們就可以 關電飯煲 再等它煲 這個時候 我們就要放調味料 有些蠔油 有些豉油 還有這個鹽 和白胡椒粉 白胡椒粉 是非常之重要的 將這些調味料 隨你個人的口味 加進肉骨茶裏 我覺得白胡椒粉 你要多加一點 因為它是肉骨茶 一個很重要的調味料 加進去煲 你會看到顏色就不同了 另外就可以順便 加上金針菇 然後加進去 金針菇煮一會兒就可以了 所以其實 放金針菇 你都差不多 已經煮好肉骨茶了 那你就關鍋 煮多一會兒 大概煮多兩三分鐘 其實就已經可以了 就可以有一鍋 很正的肉骨茶了 你看到其實水 就不是很多的 但是就不要緊 我們拿起了 那些肉骨茶包 而且如果你看到 有些蒜頭衣 你都可以先收拾 然後你覺得不夠水 你可以加一點點水 因為這個時候 你要試一試味 看看湯夠不夠味 你覺得如果太濃的話 加點水下去 通常這個時候 就不會太淡 我通常會煮濃一點 寧願再加點水 就淡一點 也比太淡 也好 然後你都不知道 怎麼辦 到時候 要加些什麼料 就很麻煩 所以我寧願 煮得它濃一點 再加水 濃淡的味道 你比較容易去掌握到 如果你太淡 就比較難夠 太濃的話 反而你加水下去就搞定了 我們現在就撈些材料 放一放好 哇 這些芝粟就最棒了 吸收了醬汁 很好味 這個火鍋豆腐也很棒 因為它很吸收汁 你一咬下去 全部都是肉骨茶的味 聽人說 這個肉骨茶 最初是在碼頭蓋完 就說因為夏天 那些碼頭工人搬運貨物 會浪費很多體力 會很累 所以他們會做這個肉骨茶 讓他們喝 讓他們可以補充 流失的汗 流失的體力 讓他們有體力 做搬運的工作 這個肉骨茶 是非常棒的 有機會大家可以試試 不說太多了 我要吃這個肉骨茶 去找我們 做成功的 小火鍋 是否吃得了 慢一點 或是火鍋 做成功的 就吃到 一個大火鍋 那些火鍋